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Gadget 现在我们手上呢有一台HONOR 5X 还有这一个冲天炮 那么我们待会呢就要做一个测试 就是将这个手机绑在这个冲天炮 然后过后让它飞上天,炸一炸 然后看一看这个HONOR 5X可以被炸之后呢 能否顺利的活下来 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一个 HONOR 5X 这个还在包装里面的 现在呢手机已经顺利开启了 来,我们来检查一下 OK,Task Screen没有问题 OK,CAMERA OK,CAMERA也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指纹 因为呢待会我们要进行这个测试 所以我们要知道指纹功能被炸之后呢 是否也可以顺利的使用 OK 基本上我们只是五次就可以把这个指纹顺利的录下 OK 好,现在 我们就要把这一台手机绑在炮竹上了 这个HONOR 5X呢 已经绑在这个冲天炮上面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螢幕呢还是可以操作 还是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我们没有换过手机哦 现在我把它调整方向 OK 方便大家看到这个炮竹 好 321过后 我们就要开始这个测试了 HONOR 5X能否在冲天炮的威力下 可以顺利活得下来呢 就看这一次了 手机能不能存活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HONOR 5X是冒着烟的 那么我要试下拿起来 哦,有点烫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吗 由于这里阳光太过猛烈 所以我们看不到屏幕 现在我们移去比较暗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手机 这个HONOR 5X就是刚刚被炸的那个HONOR 5X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它是否被炸之后呢 还可以顺利的活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看它的外观呢 OK,白白这部分呢 是胶纸 然后这个黄黄的部分呢 应该是被烧到的痕迹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 我们将这个贴膜撕掉 我们将这个贴膜撕掉 现在我们要将这个贴膜撕掉 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银幕这里呢 是被烧焦了 那么其他部分是完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边 那么后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 是被炸掉 有一点灰灰的痕迹 那么相机指纹解锁 待会我们会测试 这两个功能呢 这两个是否还可以顺利的进行操作 那么可以看到手机这里 其实是有一点弧形的 被炸到有点弯曲的 OK,现在我们再来看手机的正面 让我们看看它的触控屏呢 是可以顺利的操作 这个位置呢 其实也虽然烧焦了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使用呢 现在我们来打开相机 OK 相机可以顺利的进行拍摄 OK,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部分 电源键 OK,电源键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我们测试指纹解锁 指纹 哎呀 很遗憾 经过这个冲天炮的炸一炸呢 指纹是无法使用的 现在我们唯有用密码解锁 OK,顺利解锁 然后音量键呢 也是可以顺利使用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呢 HONOR5X被这个冲天炮炸了之后呢 是顺利活下来的 所以这个测试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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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